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黄玉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法国巴黎的荣军院 当地时间的5月6日下午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这里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荣军院始建于1670年 全称叫做荣裕军人院 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安置退伍军人所建 主要由圣路易斯教堂、拿破仑林墓和军事博物馆等组成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对法国进行博士访问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作为两个有独立与自主精神的大国 此次的相遇将如何迸发出新的巨大能量 值得外界关注